应该说呢这个在上周五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是震惊了世界 这个事件呢也被看作是法国甚至是欧洲的911 它对于欧洲经济的影响正在持续的发酵 但是在眼下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正在召开的全球20国领导人峰会的议程 因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已经成为世界的威胁 我们继续来看第一财经记者从会议现场发挥的相关报道 20个峰会在传统上一直是世界领导人讨论经济议题的最高平台 但是今年的土耳其峰会却完完全全的笼罩在巴黎恐怖袭击的英尼之下 他的议题和焦点也因此做出了很大的调整 在开会的第一天各个领导人就表现出决心 要从经济来源和武装行动上对伊斯兰国组织加大打击力度 我们都在凶刺激的业导人在巴黎恐怖 只要有另一面目的 並沒有越好鏽定 並對法庭提供的特定 隱獨特定有能不能't plan 或活動 無本的錢 動物流通過 債務實際的讀法 很多國家 只要我們完全作用 並非相同負責 及瑄疵 述交易 某種目的 在巴黎遭受恐怖袭击的背景下 欧洲的安全漏洞再次成为舆论担忧的焦点 而欧盟的深根协议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第一财经胡一汉阿卓发自土耳其安卡拉